说到青少年的接种计划 行动党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揭露 许兰儿八生有学校的家教协会 需要自掏腰包 才能够让学生注射疫苗 教育部高级部长 南都莫哈莫拉兹急忙澄清 这是一场误会 校方或家教协会 无需付一分一毫 教育部高级部长 南都莫哈莫拉兹 下午在下医院 部门总结环节是表明 昨天他从卫生部长 凯利那里得知这件事情 之后已经及时 纠正误会 另外他也揭露 教育部会为所有全寄宿学校 准备唾液快速检测试剂盒 而来自外州的学生 乘坐巴士返回寄宿学校之前 也要先进行筛检 才能够上车回学校